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遇刺受伤后 7月16日 印度的一个右翼印度教团体为他举办了法师祈福 当天约十几名印度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军成员 聚集在首都新德里的一座寺庙内 在印度教马巴格拉木基女神的雕像前 高呼特朗普万岁 据称这位女神拥有战胜敌人使其沉默的力量 法师向特朗普海报洒生水 为海报中特朗普的额头图上象征吉祥的印度教标记 并和圣徒们吟唱圣歌 进行名为伙计仪式 驱除特朗普周围的恶灵 组织者维什努谷普塔表示 我们祈祷特朗普的敌人被消灭 并给予他特殊的祝福 他补充道 特朗普应该以巨大的优势 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 这样人类才能得到保护 并且极端伊斯兰教信徒将被消灭 而印度和美国将走向进步和繁荣 特朗普的反穆斯林纲领 在右翼印度教群体中拥有大量追随者 他与印度民族主义总理莫迪之间的友好关系 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他的崇拜